不不金钱关不一般。当收银元的反应令假静闻意外,妈妈们看后点赞。 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,这时候父母就有必要站出来用例子给孩子演示学习。 最新的妈妈是超人中甲静闻为了能让步步建立初步的金钱关,了解到工作的不容易,特意带她来到了超市当中体验收银元的工作,步步的金钱关比起恩亨来说都要好一些。 因为年纪太小的缘故,超市自然不会把小孩子放在收银台那里,而是让贾静闻和方志有两个家长看着各自的孩子,步步静静地站在收银台面前面对着来来往往的人群,大眼睛忽闪忽闪得不知所措,其实很多顾客都是节目组安排好的。 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哥哥手持冰淇淋过来找步步结账,并表示自己没带钱,可不可以让别人代替付或者是自己先欠着,这时步步思考了一会蹦出了四个字,先回家拿。 脸上的表情人处无害,节目组适时地打上了通过考验几个字,可见只是为了锻炼步步的反应能力罢了,贾静闻和方志有在一旁看着脸上也露出了意外的表情,看来对于步步的反应二人还是很高兴的。 结果没过一会,又有一位顾客把冰淇淋掉在了地上。 这次只看步步和面等小工作人员有没有责任心,会不会主动承担打扫的任务。 不出所料步步最先出动,右手拿着抹布,左右拿着消毒液,帮助客人把超市的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,并赢得了网友妈妈们的一致点赞。 虽然出身是新二代,但步步表现出来的情商和能力都是同龄孩子所不具备的,行为也是十分的接地气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贾静雯对步步关心更多而忽视了拨妞,但步步被贾静雯培养得十分出众,想必以后他长大了也能承担起照顾妈妈爸爸的责任。 …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